最近这几年金剧仿佛被跟党国体制 画上某种隐形的等号 其实我对金剧是几乎无耻的 然后最深刻的印象当然就是 以前在眷村里面 然后那种来自大江南北 其实他们的母语也不是所谓的北京话 那可是他们在听收音机 然后听金剧 那他们当然也都会跟着哼啊唱啊什么的 那这印象一直很深 因为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当然就是 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安慰 包括我父亲他其实他是闽南人啊 所以他们其实都会哼 所以他是跨了很多母语 他当时在作为大众 那种民间大众话的时候 他其实跨了很多母语 他并不是那么局限的 对这些老兵而言就是他既是娱乐 也是某种乡愁 对不对 也是某种情感寄托 对我来讲就是说 我会想接就是我觉得 金剧其实很复杂 但是当然每个剧种也都 他的整个流变过程也都很复杂 也都很容易被刻板印象化 那我觉得怎么在这个矛盾当中 去把这个复杂性 就是帮着这出戏可以呈现出来 我们不可能去完全呈现过去的50年 但就是一种间接 所以我希望观众可以看到观众 就是无法上舞台的人 可以看到无法上舞台 然后舞台上的人也可以看到 自己的另外的角度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的兴趣 我觉得只是因为正好 因为有魏老师说金剧这个东西 我觉得恰恰他可以打开一个 比较大的矛盾 那我觉得一切的矛盾都是动力 几飞为心 感谢观看